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他们的班长带领着他们的两名班副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对抗 他们对抗的内容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 跟法律有关的点点滴滴的细节和知识 那么经过18场比赛的对抗 最终我们将从这27支队伍当中产生一名冠军队伍 那么这个班级所有的同学将能参加一次图法下令营 而在我们每场的比赛当中 三支队伍我们会留下两支继续参加后面的比赛 然后淘汰一支队伍 留下的两支队伍当中也将产生一名当天的冠军 当天的冠军能够获得由中国南方航空提供的和他们的分值等额的普法班费 那么来认识一下今天参加我们这一场预赛的三个班级 前堂之兵 百年二终 赛助回皇 希望就在前方 好方 加油 给力三中勇往直前 在比赛开始以前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两位专家 首先给大家介绍 知名律师天津市律师协会 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余娟娟律师 欢迎您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位身着警服的人民警察学院院长 左指金 左警官 欢迎您 那么今天的比赛一共四轮 每个班上的三名同学要通过这四轮比赛争取最后留在舞台上继续前进的机会 在我们今天比赛一开始 我们首先给三位班长设置了一个小小的考察的环节 看看你们每一个人对于时间的概念掌握的是否准确 现在请三位班长把手放在按键上 听我的口令 开始 你第一个出场 你第二个 你第三个 好 我们的三位班长已经亮相了 那么接下来 他们就将进入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一个环节 一触即发 第一环节 一触即发 每位班长在倒计时终止前 必须按下停止键 否则不计分 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杭州市硝山三中 高一四班班长 周金炉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叫周金炉 我来自杭州小山三中 今天我来到这边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见到了正人版的小萨哥哥 小萨哥哥可以给我两个拥抱吗 你先站定了我在拥抱你 好 因为我没法跟你在全场晃着抱 来 加油 好谢谢 呃 刚才你这出来是干嘛呢 那样啊 这叫这派亲口 这派亲口一定要这么晃着说的吗 这是这派亲口的超人部 超人部是什么意思 因为啊 我就是这个superman 哈哈哈哈 扭扣都崩掉了吧 我们掌声请我们的第一位班长面对他的第一轮挑战进入我们的答题区 好 好 进入答题区 分与 根据比赛的规则 在开始之前 你可以选择你的答题时间 这个答题时间呢 我们有40秒45秒和50秒三中 好运气 来 也是一个好兆头 我们的答题方式是这样 我们会滚动的出题 但是所有的题目都会指向六个答案 我们会把这六个答案事先告诉你 然后你从题面当中去寻找 这个题面对应的究竟是这六个答案当中的哪一个 来 先看一下你要面对的六个答案 一上来就跟咱们的左警官有关系 全是跟警察有关的 刑警 交警 顾及警 巡警 特警 和乘警 这几个警种究竟跟你要答的题目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50秒继续开始 负责户口登记的是哪个警察 不及警 正确 专门负责各种特别危险任务的警察是 特警 正确 预防和制止街头治安案件的警察是 交警 错误 交通肇事罪由哪种警察负责侦查 交警 正确 承担本辖区内禁毒工作的是哪种警察 刑警 正确 哪个警种管理车辆和驾驶人员 交警 正确 承担案件痕迹和物证提取工作的是哪种警察 刑警 正确 维护列车治安秩序的警察是 承担 正确 刑事 刑警 祝贺你 你用了40秒 40秒整 拿到了第一轮的最高分 1000分 谢谢 谢谢 我们接下来 进入我们第一环节的第二位班长 杭州高级中学高一九班班长 徐胜 有请 爱笑 爱生活 更爱挑战自我 大家好 我是徐胜 来自杭高 爱笑 爱生活 更爱挑战自我 其实这就是一种年轻的态度 是吧 呃 今天你的两位班副来到现场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吧 好的 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 是我们的副班长丽晨一 副班长 对啊 叫什么 丽晨一 丽晨一 对啊 鼓励的丽 哦 鼓励的丽 Yes 哦 Yes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来 这位女生 好 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是我们班宣传委员 徐小庆 负责宣传的啊 对 大家好 我是徐小庆 我爱笑 开会大笑 哈 哈 哈 你好 小庆 小庆 你笑得我寒毛盗室 急备发凉 徐小庆 呃 你用你的笑声感染了班级的同学和老师 今天在现场也希望你用你的笑声能够更多的鼓舞你的班长 让他面对挑战 我因为今天见到小庆啊我想大家都跟我一样有点紧张 所以我想让我们大家一起放轻松 来 放轻松 你要唱什么歌 放轻松 放轻松 就让我的年龄会做梦 放轻松 我论放轻松 它让我的心里举水风 放轻松 我论放轻松 就让我的年龄 会走梦 好 看完这首歌轻松多了吧感觉 轻松多了 我也感觉轻松多了 那咱们就开始第一轮比赛 哇 掌声 同样六个答案先告诉你看一看 和国家有关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制度 那么每一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法律特色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 都是和各个不同的国家的法律规定 和法律观念有关系 你需要找出题面所指向的正确的国家 明白了吗 好 中国 日本 美国 德国 英国和南非 这些国家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 50秒继续开始 哪个国家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 正确 北大西洋公约在哪个国家签署 美国 正确 将女王头像上下贴反被认为叛国 英国 正确 规定汽车给动物让路 是哪个国家 德国 错误 禁止在马蹄旁开河雨伞 是哪个国家 美国 正确 曼德拉是哪个国家 南非 正确 车辆将路面积水喷溅到行人会被罚 是哪个国家 你选择放弃了 50秒还早的呢我感觉 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继续打下去的话 有可能倒扣分 好 你用了31秒 200分进账 掌声 祝贺你 祝贺你 祝贺徐胜 掌声有请我们的第三位班长 来自杭州第二中学高一八班班长 沈宽 有请 主任好 你好 沈宽 这一看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 班上有没有人拿你开玩笑 说脑袋大 对啊 我班里同学都叫我大头 大头 对啊 你的名字沈宽 那个宽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 宽其实可能是我爸爸妈妈比较有先见吧 他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也没想到今后会长成这样子 我觉得 令他们挺意外的 这是开玩笑的 两位班傅坐在台下 评价一下他们 评价一下 首先是我左手边的这位男生 他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 人称奶奶 那么欢迎 谢谢 奶奶 你看这 你看这相对这么正式的场合 叫奶奶就不够意思了是不是 那叫大妈 我错了我错了 右手边的这位女同学 是我们班的冷夜美女张硕南 大家好 我叫张硕南 人称男姐 怎么评价你们这个班长 我觉得吧 我们班长就是男人外表女人内心 哈哈哈 就男人中的极品 女人中的 爷们 战斗机 爷们 嗯 他有什么才艺和特长吗 你们 那他跳一段Nobody给你看吧 Nobody Yes 这个Nobody 啊 你会这个 这也是大家托付我的 因为 我们学校的男生都希望能看到您活泼的一面 不一样的一面 然后就让你跳Nobody 对让我跳Nobody 然后我就能活泼起来 然后你就跟我一起跳 哇 掌声吧 大家 您承让 好 再来一块我跟着你学 好 音乐齐 哇 大家给沈方鼓励好吗 I won I won 我还有 你 能 我 来一个来一个 小大叔 你没跳 我摩拜你吗 太令人震惊了 我觉得这些呢 都因为我们看过这个舞蹈 所以还不是特别震惊 震惊的是 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脸上这个眉毛 我觉得都快飞到月球上去了 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组合 也希望你们的组合 能够在班副和班长的 共同努力下 在今天取得好成绩 好 来 班副用掌声 送你们的班长进入答题区 加油 加油 想选50秒对吧 对 这张 过 好 来 先看六个答案 哎呦 这是 发生在不同国家 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 重要的革命和事件 北美独立战争 明治维新 英国宪章运动 辛亥革命 法国大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 你要回答的就是 在下面我们列出的 这些题目当中 与这些事件或者是革命 有怎样的联系 选择正确的答案告诉我 50秒钟继续开始 哪一场革命是由列宁领导的 俄国十月革命 正确 因为哪场革命 颁布了人权宣言 法国大革命 正确 哪场革命是由上而下的 资本主义性质的运动 英国宪章运动 错误 哪项革命是世界 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 资产阶级革命 北美独立战争 错误 费凡致限 加强中央集权 跟哪项革命有关 辛亥革命 错误 独立宣言与哪场革命有关 北美独立战争 正确 攻占80敌御 象征哪场革命的爆发 法国大革命 正确 鼓励工商贸易 是哪项革命的举措 辛亥革命 错误 哪项革命政治主张 是推翻满清同志 辛亥革命 正确 与普选权有关的是 哪场运动 明智维新 错误 莱克辛顿的枪声 拉开的哪场战争的序幕 北美独立战争 正确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是因为哪场革命 俄国十月革命 正确 世界主张 你按了吗 没有 你没有按 对 那也就是你 到了 任由时间 突破了50秒 为什么 你是自己没想起来按 还是说压根就不打算按了 不打算按了 因为可能这样能给我更多的鼓励吧 你激励我去 你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那种 对 两位颁复 你无论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我们相信你 康哥 谢谢 来 掌声给咱们这位 在第一轮一分没有拿到 再次充满信心的颁奖 来 请回 为什么呢 三位颁奖 现在又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一千分 二百分 零分 但是 第二轮比赛 班长可以稍事休息一下 因为第二轮比赛 我们需要他们的班副 用他们的能力 来为自己的班长增添能量 第二轮比赛 争分 多秒 第二轮比赛 将 直接关系到 你们是否能用实际行动 给你们的班长加油 争分 多秒 请看 大屏幕 比赛 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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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根本就不在家书店里 搜 我一直就在这书店里边了 这里边就能找到你们想要的东西 你放了我吧 我就说没来我书都 情报 根本就不在家书店 你还是老是交代吧 这是一起涉及到商业秘密的案件 为什么这个负责人能够识破 这个男孩在说谎呢 开始 杭州二中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书店里面的温度 大概是20步不到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那个男人手里的巧克力 那个人在摸的时候 已经融化了 证明他在室外待过 所以说 他不可能一直待在书店里 旁边两组同学 有没有补充回答 或者看到其他细节 有吗 来你说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就是 43页跟44页是同一张纸 不可能夹在那两页中间 43页和44页是同一张纸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 该忙中 你编了一个数字给我 其实你都知道 43页和44页是同一页的正反面 根本不可能夹在中间 这说明 这个书店根本就没有这本书 这是你瞎编的 还有这巧克力 屋里19度他就画了 巧克力26度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你是匆匆窝盲过来 编档的景象 你给你们的班长 加上了10秒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比赛的第三轮 一刻千金 第三环节 一刻千金 每位班长在倒计时终止前 必须按下停止键 否则不计分 今天有请 是金主 加油 来 这一轮比赛 同样 还是跟刚才一样 进入我们的打击区 好 你做好准备 太厉害了 50秒对你来讲应该难度不大啊 关键要细心沉着冷静 请看六个答案 这是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当中 规定的几种 一旦发生了侵权行为以后 要承担责任的方式 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等等 每一个概念后面都代表着一种 特定含义的法律上承担责任的方式 然后我们会在题面里 告诉你一种侵权的行为 你把这种行为和 它所需要承担责任的方式 对应起来 明白了吗 好 50秒 继续开始 把旧衣柜堆在楼道里 影响邻居通行 排除妨碍 正确 在窗台外面养了几只鸽子 影响邻居休息 停止侵害 正确 驾驶汽车撞坏了小区里 停放了自行车 赔偿损失 正确 搬运家具时 打坏了邻居的花瓶 赔偿损 损失 正确 快递员勿将301的牛奶 送到了302 满外财产 正确 租用房屋期间 把房子装修的面目全非 恢复原状 正确 加 29秒 恭喜你 谢谢 29秒 拿到了满分 2000分 目前得分 3000分 排在第一位 祝贺我们这位超人班长 飞回去 飞回去 上升级第二位出场的徐胜班长 加油啊 这一轮背水一战 来 进入答题区准备 看看在这一边怎么样 时间 请选取 好了 现在踏实多了 又是50秒 六个答案 不同的权力 这些权力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出现在 劳动法 调整的一些 劳动关系 当中 侵犯婚姻权 侵犯报酬权 欺诈 或者主体不合格 或者胁迫 或者侵犯 自主 责业 这都是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 对权力侵犯的现象 需要你做正确的对应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50秒继续开始 员工不签订不平等合同 就不给搬落户手续 这属于什么 胁迫 正确 员工以不录用 就揭发公司犯罪 而签订合同 胁迫 正确 公司于14岁的小王 签订劳动合同 主体不合格 正确 限制员工跳槽 公司要求签订 巨额违约金合同 胁迫 错误 用伪造的硕士学历 获取公司的录用 欺诈 正确 员工在公司的胁迫下 签订了真假两份 胁迫 正确 为限制员工跳槽 合同规定扣押身份证 胁迫 错误 学校表示 如教师不捐建校费 就不签订合同 胁迫 正确 知道自己用了多长时间吗 你对自己掌握时间的能力 如何评价 我不是特别清楚 我感觉好像已经达了很多题了 你觉得离50秒越来越近了 对 再不按可能就会爆掉 对 对 其实我特紧张 刚刚那个瞬间 你的紧张是有道理的 你用了47秒 哇 还差最后3秒 如果你要再多往前走一步 就爆了 有可能就爆了 一旦爆掉 你前面的500分 也就灰飞烟灭了 所以你的选择 还是相当的谨慎 而且及时的 班副 给他鼓鼓掌 你们的班长 很了不起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 拿到了500分 现在总分700分 祝贺你 谢谢 好 我们两位班长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二轮的答题 那么现在的分数3000和700 掌声请出目前落后的一位 而且他的落后分值跟第一名相比差了3000分 目前还是顶着0分的沈宽班长 带着压力上场了 准备答题群 好紧张啊 好紧什么呀 张 这个吧 哇 奇迹 好 那加上这十秒 你可就有一分钟的打起时间了 放平心态 别再让他怎么样 爆了 这是咱们国家法律当中规定的证据种类 有不同的证据 有物证书证 刊验笔录 证人证言 当事人陈述 鉴定结论 试听资料 基本上你一看 你就知道大概这些证据都是指的是什么 所以下面我们要问的就是 不同的情况下 我们搜集到的证据怎么归类 它是属于这当中的哪一种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一分钟即时开始 在杀人案现场搜集到一封信 物证书证 正确 周童的奶奶陈述 周童将凌晨的双眼划伤 证人证言 正确 盗棋案的被害人关于犯罪 给自己造成物质损害的陈述 当事人陈述 正确 小王的朋友证明 案发时小王与他一起在电源看电影 证人证言 正确 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口头陈述 当事人陈述 正确 放火案表明大火是因电气短路引起的录像 试听资料 正确 你用了整整30秒 达备了6到11 获得了2000分 祝贺您 谢谢 三个班长目前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对于徐胜来讲 从刚才 居中 变成了现在 垫底 现在 沈宽的心应该放宽了多了 2000分了 从零分蹦到2000分 非常不容易 而周金炯是一路高歌 第一轮第二轮拿的全是最高分 到了3000 接下来进入今天比赛 最后一个环节 一锤定音 第四环节 一锤定音 本环节每位选手回答三道问题 每道题有30秒的思考时间 我们掌声 第一个进入一锤定音的班长 周金炯 有请 超人 到最后一轮了 超人 准备起飞了 你又要看 右脱外套 对 你已经展示过你的超人服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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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超人倒盘 好 有了这件走空 应该更有信心了 请进入答题区 这一轮会给你出三道 每道题目你能考虑30秒钟 好 但是一定要做出谨慎选择 因为关系到每题1000分 明白了吗 明白 请看第一题 贾 贾为了索取赌债 你先不着急 看一看 这四个罪名 往往我们在脑海中理解的这个罪名 你从字面上理解的罪名 不一定就是最后法律的规定的那个案件 所以你要把它想清楚 看看这个行为更符合 这四个概念中的哪一部分 应该是D吧 或是至人死亡罪 确定吗 确定了 D 正确的暗示 A 非法拘禁罪 很遗憾 这一天被你没拿到 别说你了 我都觉得有点不像 但他就是非法拘禁 好 这怎么解释 余律师 这个过失之人死亡 就是说我无意伤害 然后不小心把人致死了 那么这是过失之人死亡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 这个贾是为了索取债务 将另外一个人的儿子 给拘禁起来了 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 那么非法拘禁罪 他侵犯的这个课题 就是侵犯了别人的人身自由 不让你走 但是这人死因死于什么呢 死因是由于环境恶劣 那么人最终死亡了 不是他故意杀死的 而这个罪当中 虽然说这人有死亡的结果 但是是因为这个非法拘禁 对这个行为 这个罪引起来的 所以这里面是非法拘禁 所以这道题 尽管很遗憾 但是没关系 咱们学了一个知识 对吧 好 下一道 没事啊 你现在还是3000分 目前仍然领先 一提一提 把握机会 早晨 小吴在路边捡回了一个弃鹰 就是别人扔掉的孩子 不要了 扔到路边 弃鹰 抚养了三个月之后 他谎称弃鹰 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以3000元的价格 卖给了小吴 怎么认定小吴的行为呢 A 遗弃鹰 B 拐骗儿童罪 C 诈骗罪 D 拐卖儿童罪 这小吴好可恶啊 你现在别再作诗了 赶紧想 这个小吴好可恨啊 观众们你们说可恨吗 对啊 那他应该是拐卖儿童罪 坚定吗 这个男孩这么犹犹豫豫的 还超人 等你飞过去的时候 人家 不改了 都从楼上掉下来了 不改了 不改了 D 正确答案就是D 恭喜你答对了 请看第三题 某地人民政府 要实施一项 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需要占用土地 该人民政府 给予了被征用土地人员 各种补偿费用与安置费用 并对多余的劳动力进行了安置 该人民政府的行为属于什么呢 A 行政征用 B 行政征收 C 行政征购 D 行政没收 我觉得应该是C 行政征购 为什么 因为 他 他有 人民政府给予了被征用土地人员各种补偿费用与安置费并对多余的劳动力进行了安置 不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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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不仔细读读题面呢 你再读一遍 从该人民政府开始读 该人民政府给予了被征用土地人员各种 读到了吗 答案 超人也有犯困的时候 该人民政府给予了被征用土地人员提面都已经把答案告诉了 A 行政征用 掌声给我们的这位超人班长 周金纽 请回到你的位置上 掌声有请第二位班长 徐胜 刚才周金纽非常遗憾在最后一道题 题面都已经把答案都已经隐含在里面了 但他没有仔细地阅读题目 最后导致他在这一题失去了一千分的宝贵机会 在那一瞬间 你当他发现自己答错了的时候 你高兴吗 其实我心情 刚刚我达到700分以后 我的心情就一直非常的波澜起伏 因为当我发现就是省快拿到2000分以后 其实我觉得 形势很危急了 我的情况就已经很难再往下走了 所以我想了很多 其实刚才 终于我想了那么多以后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放开了 我无所谓了 我觉得这么多天能够在这里 我就非常开心了 你这会儿还在流泪 就证明你并没有觉得无所谓 你仍然还是喜欢这样一个舞台 喜欢这种和其他的班长对抗的感觉 喜欢挑战 就像你说的 爱笑 爱生活 更爱挑战 你仍然还是留恋这样的舞台 所以 别说无所谓 还有三道题 拿下3000分 是3700 我们说句让沈宽不高兴的话 万一他议题没答对呢 我们再说句让沈宽不高兴的话 万一他只答对议题呢 你都可以继续留在这边上 所以 不要去管别人 首先把自己这三道题 牢牢地抓到手 好吗 来 来到答题区 掌声 建议你刚才刚刚在台上一度落泪 现在心情平复了吗 我不希望你带着很紧张 或者是很情绪化的状态来答题 放松下来 现在准备好了吗 5 4 3 2 1 参丽 甲乙丙三人预谋确定某日 共同盗窃一幅名画 注意啊 他们预谋好了 确定了时间了 在这一天 我们共同去盗窃一幅画 甲准备了作案工具 但是后来肚子疼 那天日子到了 三个人商量好的日子到了 但他肚子疼没去 乙和饼 用着甲提供的作案工具 比如说什么撬窗户的 撬锁的各种作案工具 盗取了这幅名画 得手了 甲的行为 A 定性为 A 犯罪预备 B 犯罪终止 C 犯罪忌随 D 犯罪畏随 仔细想想 30秒钟 不着急 C和导两个刚好相反 对 我想选C 犯罪忌随 是吗 最后五秒钟 5 4 3 2 犯罪忌随 1 犯罪忌随 恭喜你 答对 相信自己 知道为什么是犯罪忌随吗 这得问问左警官 因为甲在整个这个犯罪过程当中啊 他准备了作案工具 提供准备制作作案工具 应该视为犯罪的一个部分 那么甲在这里的呢 他准备或者制造 或者贩卖 或者提供了 这个犯罪的工具 应该他是参与到 这个整个的犯罪过程当中 所以他是一个犯罪忌随 谢谢 这个答案 答对了 犯罪忌随 1000分加上 好了 往前走了一步了啊 来 看第二道题 咬住 甲和乙是同事 甲为了报复乙 在公开场合 多次渲染 乙 因为生活作风有问题 马上单位就要开除他了 这样的消息 甲的行为 涉嫌 什么 A 诬告陷害 B 报复陷害 C 诽谤 D 不构成犯罪 甲和乙是同事 对 甲为了报复乙 公开场合多次渲染了 这个乙有生活作风问题 马上单位就要开除他 甲这个渲染 这种 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涉嫌什么呢 报复陷害罪 报复陷害 你选择它是因为 题面上有一个甲为报复乙 是吗 因为有这两个字 对 我是这么想的 正确的暗示 C 诽谤嘴 很遗憾这道题没能拿到分 还剩最后一道题 咬紧牙关 无论如何 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 来我们给 徐胜鼓鼓掌 加油 相信自己 不要慌 看题 韩某向张某催要赌债 要了半天 要不下来 因此韩某 纠集了好友 把张某挟持到 韩某家路 然后给张家人打电话 说 这个玩牌啊 欠我钱 赶紧还钱 再不还 我就砍掉你们家老张一只手 韩某的这种作为 算什么 A 非法拘禁 B 绑架 C 非法拘禁和绑架 D 敲诈 勒索 又是一个概念上 很容易混淆的 我估计观众可能也是 看这几个答案 我觉得都挺像的 她是 笑她催债无果 所以应该不构成挑诈 她说如果再不还钱 就砍掉张某的一只手 她没有讲到 就是一直扣留张某 所以 但她现在的实际行为 张某是在她家里 我想选C 构成非法拘禁和绑架 如果错了怎么办 如果错了 你对着你的班父妹说 如果你这题答错了 怎么办 跟他们说 你们还会支持我吧 当然 如果答错了 你会不会觉得会对了班父们 对你的一直一路上这样的支持 会有一点吧 好 你的两个班父已经把最强的信心 传递给你了 来 请坐下 面对我们 面对你即将得到的最后的 比赛结果 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A 非法拘禁 非常遗憾 没能答对 而且就在非法拘禁和绑架中间 这两个概念中间 最后 一步之差 绑架就是为了勒索财物 为了索财 然后他扣押人质 而这里边呢 他虽然他这个 这个锁的不是一个合法 合法的一个一个财 他是赌债 但是法律规定呢 他毕竟他还是有一个欠债的 一个基础存在的 他是有原因的 对 不是无缘无故的去勒索这个财物 来扣押人质 所以呢 对于这种锁赌债啊 高利贷啊什么这种债务的 也是按照非法拘禁来认定的 没关系 非常棒的 非常出色了 好吗 加油 谢谢你们参与我们的比赛 也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掌声把两位班傅 请到台上 咱俩要不要抱着空会儿 这种时刻是 让人觉得会有点难过 因为每一个同学 来参与我们的比赛 其实都是 希望拿冠军 而拿冠军的唯一的方式 是坚持下去 最后能够走到决赛 最后我也想说 其实通过这个比赛 我得到了很多 可能不是我接着 一直走下去 所能够得到的东西 能比你的 因为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感受到 同学对我的关爱 我感受到心心的灵 我感受到失败 其实比成功更有味道 好好当好班长 好好当好班长 现在才高一 带着你们班的同学 高中三年 一路走下去 就像以拔题的精神一样 到最后高三毕业的时候 创造一个辉煌 相信你们班一定能起 祝福你们班级 所有的同学 谢谢大家 再见 两位加油 小沈宽 小沈阳 别哭了 擦擦眼泪出来吧 该你了 来掌声有请沈宽 进入大匹区 三道题 是冠军还是第二名 就在这三道题了 请看 假花四千元 从一人贩子手中 收买了一个妇女 乙 并且又用六千块钱 把她卖给了饼 假的行为 怎么定罪处罚 A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B 拐卖妇女罪 C 倒卖妇女罪 B 选项 数罪并罚 也就是说 既有收买贵板 被拐卖妇女罪 也有拐卖妇女罪 两个罪 一块定罪 量刑处罚 选C 倒卖妇女罪 选C C 正确的暗示 拐卖妇女罪 B 左警官 他为什么不是倒卖妇女罪 倒卖一般咱们只是倒卖个货物 或者东西 对 这个人不是倒卖 而是一个拐卖的这个关系 只要是一个为贩卖的目的 或者牟利的目的 那应该就是归的拐卖妇女罪 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拐卖妇女罪 明白了吗 请看第二题 一住店里客 未付钱 即离开旅馆 想住霸王店 服务员揪住他不让走 打电话报警 客人说 你限制我人身自由 我要告你们旅馆 我要坐火车 你耽误了火车 你们还得赔我钱 旅馆这么做 他的性质怎么认定呢 A 侵害人身自由了 B 系积极侵害债权 C 不侵权 是行使一种抗电权 D 不侵权 是一种自助行为 给你十秒 我还是选 第四个版 不侵权 是自助行为 不侵权 D 嗯 对 正确答案是 A B C D 的地 好了 那现在 你给自己争取到了 最后一次机会 好好把握 请看第三题 甲方购买了 乙的一批货物 约定3月10号提货 但是甲 因为没有安排好汽车 所以没去提货 当天傍晚 你说多倒费 乙的仓库 遭到雷击起火 被雷打了 起了火 货物全烧完了 这谁来承担损失啊 A 1 因为货物还在他的控制之下 B 1 货物所有权 未转移 C 甲 他没能按时提火 D 双方 分单 还是选择第四个吧 双方分单 双方分单 各达五十大百 对 你错失了自己 最后站在 4000分的高度 和小超人对决的机会 正确的暗示 C 不理解吧 不理解 问问于老师 假是因为 他跟你签了合同之后 他自己约定了 我在3月10号要去提货 为什么没提成呢 是假自己没有准备好运输工具 导致没有提出货物 这样的话呢 对于货物的风险 从你没有提开始 风险就转移了 已在这个案件当中 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谢谢 谢谢 两位班长到台上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这场预赛 到这里又画上了句号 非常遗憾 我们送走了一支 非常可爱的队伍 但是很高兴的是 还有两支非常可爱的队伍 留在了台上 他们将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拼搏 带着班长的自信 也带着班父们的鼓励 让我们用掌声 祝福这些班长和班父们 也祝福他们身后所有的同学们 18场比赛下来 最终的冠军 将能够得到一次 全班的鼓法下令 而今天 我们的冠军 小超人周金总班长 也给他们班 赢得了由中国南方航空 提供的和他们的分值 等额的鼓法班费 祝贺我们的冠军 也祝贺我们留在场上的 另外一支队伍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比赛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节目 班长对班长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